就说现在我们开第34次的会议 请秘书长宣读第33次会议事录 议人先议会第18届第三次大会第33次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6日上午92分 地点本会议事丁 出席议员 王定和议员等31人 类协议员 县政府县长林从前 副县长吴泽成 秘书长赖席路等处级长22人 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 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 主席乘议长文昌92分之11时24分 林会长齐山11时24分之11时58分 记录吴姓真 主席先告开议报告事项 以主席报告千刀议员以达华林人数 二 秘书长先议第32次会议事录 执行事项 县长市政总执行及答户 执行议员 陈正兰议员 沈德茂议员 陈汉中议员 林成功议员 答户人员 林县长冲选 陈处长德新 陈处长常委 许局长松毅 陈处长登清 林处长国民 郭处长忠胜 高局长寿孙 陈处长春景等 其他事项 县长施政总执行议员要求办理提供这事项另路 降虏附建并行文县政府办理 三位 上午11时58分 以上 好 各位同僧 议事录没见 没见 没见的话 我们就准备备杀 现在邀请县长 以及所有 举处长请列席报告台 没事 我们就owners 继续 等案例 由楊申木議員來質詢 主席 府市府 tą辭治長 國議東政 Jennings 本市府歐斯基 这个題目呢 我們要請教我們館長和我們館政府的局處 我們的館長、未來的經貸、發電 相信館長在今年所謂的市場的風箭和做法都很大 我們要請教我們去做法本,來自我非常成功 當然整個月的地方政府也非常打拼 希望對於以來的發電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館民的不管是經濟、生活、環境和福利 都會有很好的一面 曾經不聽館長,我們事後要討論過 這說是空以後,事實也有了 現在是一條邊,一黨執政為中央和地方來 希望對於以來館民的民主性地的票 我們也拿得很漂亮 所以希望館長為了以來館政府的發電 在中央應該要有所求 對館長也好 對館長也好 有做一個更好的改善 我是在建議說 我們過去有很多把中央的款 在建議說 很多都要配合款 你看 我們的地方政府、管政府也好 館長也好 財政都非常的困難 我本事實在是說 意思是 可以說全款給我們保養 你如果說要我們配合款 屬於我們也知道財政困難 你說 如果我們再重掃 有一項建設 沒有多少百萬元 來配合 當然是要把八項點起來 做一項要減多六項 所以說這其實也非常困難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很多建設都一直要做 沒有做 對整體的疑難關影響很大 譬如說交通 現在交通你暫時說 暫時要沒辦法改善的時候 本來對我們疑難關影響就不太大 我很多朋友都是在做這個 服務業的 飯店的 民宿的 他們這幾年開始到今年 就差不多有減百分之二十二五 這個住房地 所以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大 我也覺得出來 我隔壁那裡有十一間的民宿 我暗時就看 以前都空空 現在都暗暗 所以說 我們 館長 你對 對我們的財源 有信心 有信心 雖然 過去 我們欠財財財 負責 不知道那麼多 也不是任館長做成的 是過期都一直來 頂頂叠叠叠 一直立即到這樣來 所以我先聽 館長說 你對這段時間來 我一講以後 你對財政 第一 你有什麼方法 來政府 來盡情 來行 第二 政府建設 來為了我們 宜蘭館 來做比較好的 幫助 小管長 請 好 憲長請 我們雖然是一個歷史的強硯,但是,管政團隊我們不能因為說,這是累積下來的,我們全能把他放在那邊。 其實這幾年來,我們也在議會的感動和指導,我也在回應我們相關議員在報告。 我們這幾年,主要中央要求,我們也遵守財政紀錄,我們也已經含了六點幾億。 但是,這種財政的問題,如果在議員觀的結構,我們大概有幾個部份必須要中央對位。 制度面對我們議員不理的就是,你若照人口,照這種民族的規模,頂一頂,我們這樣本來講, 我們現在還有沒有當部的法典條例,或是說離島的特別的條例。 所以,相對議員觀,所要變成百年法。 所以,我們要比較過期,我們兩千年政黨倫體的時候,當然是我們的議員人, 有些軍新生、擔任、行政、醫療。 剛才過期,中央政府在經濟的社群差距,在全體的建設主委的比例來說, 對議員規限的部份,他做一次要補助。 所以,我們這次應該是跟中央來要求說,我們議員在這種經濟的建設裡面, 到底,中央政府對議員的區域跟經濟的法典裡面, 議員觀,我們所需要的包括,現在辦年度剛才議員所說的, 觀光客在全台灣觀光客貝針現在突破一千萬人口, 我們議員其實擔任很大的任務,如果這樣觀光建設跟交通建設, 其實是中央都要特別來幫助,因為現在,所有的交通問題, 如果中央交通部來做主體,我們地方政府現在要推薦, 其實我們是批評竄,所以這個部份優先要幫我們大家期待, 包括鐵路高潔,包括山口道路,這個中央馬上要協定。 這應該不需要讓我們鐵路來負擔,因為我們的山口道路是要經濟, 叫做生光路,鐵路高潔,其實我們鐵路大概要配合一種, 這屬於鐵路的全然建設。 第一個部份,我們如果說財政,雖然還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現在要經濟地方建設,我們大概就是掉下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經濟性的這種補助價位, 經濟性的包括生活款,像英文,就是我們鐵路高潔, 雖然連絡道的雖然A就要打通,這個打通, 你也知道雖然米滴滴滴的丹林議員的手頭, 這段也是用像什麼樣的鐵路開票, 管政府你也必須要負擔,十六分之一。 這種就是所謂經濟性的, 我們如果不可以當塞行, 當塞行幾種鐵路,我們差不多都是要用這個目標來走,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在今年對家醫生, 我們對到交通建設,最多就是配合款, 這幹部書拿出來,我們差不多要幾個月的配合款。 當然你說的這不合理,但是, 中央是看全部啦。 第二是說,我們如果照義蘭館民, 每一個人兵金,我們在通知分配的稅款裡面, 我們所本的,我們比隔壁的發電還比較少。 這我們就幫它來證明了, 不正的通知分配,這個部份是不合理的。 所以,這麼多年來,我就請這個財政處這邊, 要算算一下,大概中央欠我們多少錢。 我希望說,在專案補助這個部份, 中央政府一定要跟我們做一個密報。 我們其實,所有的財政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心中醫生看就知道, 一年我們差不多是200億到210億當中, 但是人數費用超過六成以上。 過去有很多政策,補貼性的, 差不多中央來請客,但是我們地方都賣單。 我們過去在省政府邀請的時候, 他們這種的都是用一種財務調度方式來明平。 但是,我們現在差不多這種人數費的開銷頂頭, 尤其是交友的基礎。交友的基礎, 交友的基礎,接著我們管政的主委超過四成。 四成裡面已經是費用了超過七成半。 這明顯的主委的努力, 這造成我們在市政上, 我們必須要做地方和經驗的經濟, 我們欠貨的部份, 我們需要在這種結構改變上頭來進出。 當然,我們自己也不能說, 全的都願望中央, 自助財源,開發財源這個部份, 我們在公共助産, 也或是其他, 我們可以來精修特別稅的部份。 相信政府都要做特別的打拼, 也希望未來公共助産, 新政的計劃項目, 我們現在已經請民政處開始在做準備。 我們希望後期會就可以拿出, 它的主題的財源開發的部份, 可以在相關的計劃來整列, 讓我們議會來通過。 我相信, 未來我們自由財源比較成熟, 我們的財政的穩健, 證明我們按照公制法, 比我們要百分之一要寒息。 這已經是經濟性的。 其他的部份, 過去中央對我們沒有合理, 對待的部份, 我們現在只有要求, 對我們比較公平就好。 我們也不一定對我們比較特別的領域, 公平就好。 所以如果這樣, 你剛才所指教的這幾個問題, 我們應該可以去中央要求的, 人生的工作, 的補助, 或是各位的喜歡, 我們應該可以請出一些主願, 為我們地方來做一些事情。 感謝。 感謝。 感謝館長的介紹, 希望說我們認真來打拼, 我們的官民有一個期待。 我要請教我們館長, 我們這個, 對這個農地農用這個, 已經做很多次的條例都一直在變。 我想說關於農舍和民宿, 我希望我們政府, 要有一個標準, 但是也要計劃好, 不要說一邊再一邊, 我曾經也接到很多案件, 他叫我們的條例要辦的時候, 他要辦得要好, 甚至要送, 然後他還有新的條例出來。 所以說出來, 他要變, 對不到我們變, 對不到我們變。 所以我有一個困難題, 因為這點, 我們要從長記憶, 太多, 什麼條例都沒關係, 只要符合公平正義, 為了大多數的, 我們的人民來設立法令, 都是對的。 我是希望說, 也要有個時間性, 不要說今天想到明天再度, 發佈, 後日就開始是, 實在是有困難, 有很多人倒出很多錢, 也已經用下去了, 所以說, 對我們不對, 所以說會造成我們的老百姓的損失, 我這點這是, 你不用搭訪, 我是幫他拿錢的。 本身在去年, 動算的時候, 第一季會的時候, 我就要拿三個, 我所有的案, 但是, 後來我就要拿案, 因為過去, 我這十五次當議員的時候, 拿過很多案, 可能有很多原因, 那時候, 我們頭子處當議員, 也比較不容易做, 所以, 我的感覺, 今天不要有一項有性, 這次我就, 拿三個, 過來我就不敢不要再拿了, 我在想, 這個議員, 一級, 一次拿三個案, 三十四個案, 一百控制案, 一年, 定期待會, 參議會, 總共五七個, 要拿五六百的案, 四年, 兩千多案, 要割三千的案, 所以, 當然是, 大家都是為了人民需要, 來拿案, 和建設, 政府沒有完全百分之百錢, 那是不可能, 因為某種原因, 三年, 財政, 是說, 有的就是, 沒有合法, 還是不可以做, 所以說, 修理拿這三個案, 我一直堆, 如果說這三個案, 可以行, 我對於, 選民也有一個交代, 我第一個案, 是說, 阿聯絡島, 剛才館長也說, 一直等, 等這個, 高速鐵, 高架鐵路, 如果完成, 來做那條, 但是, 高架鐵路, 是說很久了, 是我做代表的, 說得很久, 我們看, 現在很積極地執行, 可能, 未來, 將來, 可能很多時間, 可以定案, 會完成, 阿聯絡島, 阿聯絡島, 我看, 希望, 這次, 任期, 高的事, 可以完成, 這很要緊, 我來, 第二案, 是宜蘭教, 剛才很積極地執行, 偏離省, 在他們的業務, 我是說, 這對地方, 影響不太大, 第一, 宜蘭教, 是宜蘭市的大門, 第二, 是, 他的安全性, 和這個, 走的方便度, 現時, 這樣是不夠, 他跟人車, 都要爭道, 可以做一條, 美觀, 現代化的牛牛, 配合到, 與我們, 好便說, 希望, 我們這組, 這組, 可以打拼, 正經, 進入這組的改端, 照說是, 要讓我們知道, 讓地方的人, 有什麼看法, 他說, 要把這個, 最初期的, 要牛, 180公分, 我聽府管長說, 現在是, 差不多五十公分, 五十公分, 五十公分, 應該是沒有什麼, 應用, 兩邊的, 交通, 正式, 所以, 我們這組, 希望, 冠軍來出生, 第三組, 我就是說, 我們宜蘭市, 這個, 西平跟北平, 這就是宜蘭湖, 酒為家, 北方跟南方, 我一定要重複, 這就是, 我們宜蘭市, 初次末落, 已經幾十年了, 我來宜蘭四十一年, 種, 到這四十一年後來, 今天, 差不多, 是有跟宜蘭湖, 種植, 種一些柱子, 和草皮盡水, 或是很自然, 經過, 像這種情形, 經過渡市的, 這個河川, 真的, 是很漂亮, 很美麗, 應該, 我是第三個, 第三個, 把那裡, 利用那個高灘地做一個, 可以讓, 我們這裡所有的館民和市民, 尤其是這裡, 密度通館的宜蘭市, 這些年輕人, 有一個空間堂的造, 發洩他們的精神, 譬如說, 那裡有很多網球廠, 直排輪, 極速滑板廠, 流冰廠, 還有清廳碼頭, 以及主題, 我有創一個, 最重要的是主題, 露天表演台, 因為, 我們很多文化, 裡面, 中間有一項就是, 街頭藝人, 藝術表演者, 他們沒有很多空間, 可以利用, 我是說, 好便說, 日時, 沒關係, 晚上都, 暗暖暖暖, 對那個地方, 發電, 沒有什麼幫忙, 所以說, 如果說這個, 涉事如果有落去, 第一, 火城郊, 英俊之下, 沒有影響水流, 所以說, 來發電這個地方, 對宜蘭湖, 北方和南方, 那個地方, 不要想說, 我們的家裡, 後面路一樣, 一方面, 會帶動, 如果有人潮, 帶動就業, 還帶動創業, 那一方面, 可以反應, 體系也會提高, 所以說, 一本萬里的, 導致不用很多錢, 我就請教, 我們的館長, 對本省, 這兩三個案, 你什麼看法, 可以做一個承諾嗎? 好, 縣長請打呼, 各位主席, 感謝英室母議員, 除了是, 關心地方建設, 一方面, 你也了解, 做議員跟我們管政府, 在促進地方的發展, 我們大家互相的分工, 當然你說, 這個政績, 對著地方建設有第三案, 當然, 在議員, 對著建議案, 還是委員服務, 其實都不只是這些案, 但是, 當然, 我們所有的理想, 大家都希望, 都可以來寫訊, 以你說的這三個案, 兩個交通建設, 跟我們管政府的目標一直, 剛才, 我有跟李博國說, 我們這個, 鐵路高級, 基本上, 我們現在推薦, 雖然大家說這麼多年了, 但是過去都是要在幾個階段, 他一直要不定案, 我們現在, 已經在, 這個, 今年就定案了, 整體都一萬塊股價, 總工程序, 四百多元, 所以, 已經送一個交通部, 現在, 就等新政府, 大家交通部, 要送一個國發會, 來進行, 所以這個, 未來都是, 我們要來, 清楚的, 重大交通建設, 這個部分, 我相信, 我, 也是在想, 自己一樣, 我們任期, 時間都很穩, 以我來說, 我希望, 製造可以在我, 會任期, 要結束以前, 我們鐵路高級這個案, 除了定案, 要開工,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要以我們求的改建, 過去, 因為你要, 這個, 防洪的需要, 要有關, 怕說, 你如果照一般的, 依現有的結構, 那種的設計, 大家要兩邊, 他們就要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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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 現在, 在副館長, 主持的這個專案, 現在也在中, 何川教的一個人道, 現在已經變幾個月, 差不多已經, 幾個案, 現在在法報當中, 所以幾個, 他如果進入基調的時候, 我才請幹部處這邊, 去地方, 來接開水平會, 這樣我相信, 這樣, 相關的進度, 你也可以來了解, 至於, 我們宜蘭河, 我們河冰公園, 基本上, 也算, 在老館長的秋頭, 建定, 我們有一個, 環境的, 整個月的難度, 現在, 我們希望, 自己和, 相由的, 接近五十塊的, 營餐公園, 跟我們未來, 通往公園, 做, 做一個連接, 現在, 我們也已經, 完成, 在今年, 年齊, 交接, 市公園, 來做管理, 所以, 優先, 如果, 對新點地區, 民眾的訴求, 因為, 新點地區, 只有一個, 新生國秀, 那個地方, 欠缺力地, 跟, 運動休憩, 設施, 你現在的, 南郊長, 差不多都在, 立行國秀這邊, 所以, 北方這邊, 我們現在就, 把這個, 萬宿禮球場, 整理好, 現在一些, 擬動的設施, 所以, 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 鋼箱理由處, 和相關的單位, 繼續跟市公所, 來做對位, 有的, 你當然, 你希望的, 有幾個概念, 這未來, 不是跟我們設施, 當然, 我們, 河川郊這邊, 因為這是河川的, 新水區, 所以, 這種的設施, 你也不可以, 做, 比較固定性, 要用, 要符合, 原來, 離岸體, 模式, 所以, 可以做的部分, 就是, 主要的功能, 來, 先做, 這兩邊, 市民最欠缺的部分, 要先做, 再來, 我們這一步, 可以, 將這個案, 正出, 做為, 上中下游, 整合的一個, 合育觀光的, 一個, 這個, 進化, 我想, 我們公里處, 應該要, 有一個, 環境的準備, 因為, 過去, 海油, 還有, 海油, 過去, 還沒有經濟, 所以, 一直, 好像, 綜衛兵有說, 但是, 如果, 什麼議員, 你做的議員, 主案地区, 正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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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如果, 那些部分, 如果, 可以做, 上中下游, 做一個連貫, 主行車都好, 還是, 你說的, 相關的, 修憲的, 英文的部分, 我們也是希望, 說, 治療缺, 可以得出更完整, 一年來, 我們沒有跟這兩家, 去那邊, 那這樣來說, 可能, 要推動, 宜蘭市, 發展觀光, 修憲, 讓市民, 來動作一個, 很好的修憲, 空間, 說起來, 那條件, 要是不夠, 當然, 既然, 是可以, 大家在那, 散步, 騎腳踏車, 那, 河運觀光, 我們的企圖, 希望, 你南北方這段, 配合, 宜蘭酒窗過來, 要是配合你這邊, 北京的, 尤其你現在, 在去, 龍潭, 我們成功議員, 你也關心, 搭建的一個, 建設計位, 我們現在, 新店舖地區, 也已經有一間飯店, 已經開始在四天了, 未來, 我也希望, 促進, 農電水利費, 在你那個, 佈法兵的那個所在, 現在, 作為市民農業的那個部份, 後天, 我們的交通條件, 如果它成熟, 也可以促進, 讓它開發, 這樣, 你所願望的新店舖地區, 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振興計畫, 當然, 還有一個, 新店舖地區, 還有一個, 要去關心的, 就是那個工業區, 用這個道路系統, 這個部份, 順目議員, 要跟工市長對話一下, 那個算, 市區道路, 它應該, 有一個開票價位, 如果必要的時候, 比較過期的標準, 一個人出一半, 來處理用地匯, 這樣, 我相信, 新店舖地區, 你說, 要讓我們做好, 我們自己在地鄉親, 酒業, 或是三業發展, 或是未來觀光休閒, 我想, 這個, 環境的這個結構, 跟準備就比較環境了, 我們也願望, 宜蘭球, 我們幾月好, 我們希望, 明年就來蒸出, 這個工廠費用, 這樣來說, 就一個很環境, 我們, 這個宜蘭球, 看外, 對到三百平, 不僅是你的選舉, 就是宜蘭的, 整體, 區域的平行, 當時, 我記得, 工市長在你的頭前, 做議員的時候, 差不多也有, 在你選市長的時候, 也對宜蘭市發展, 有一個, 描繪的願景, 我們希望, 絕部, 可以來配合, 來促進, 謝謝管長, 我, 補長, 剛才說的, 我們, 農村在北, 不單是說, 用一個, 一家,兩家, 我剛才在說的是, 裡面, 我們也做一個, 修行的, 蜻蜓碼頭, 也可以農村來利用, 幾年, 後來, 一山的, 柚蘭地區, 都可以讓觀光客來利用, 我們本地的人, 平時, 要在那裡體驗, 都可以了, 現在說的就是, 這個, 我說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 運動公園, 把這個遊行地, 拆掉以後, 上次的會議, 是說, 錄音準拆, 還有, 建立這個運動中心, 但是, 也附帶, 結議說, 要有一個, 這個, 這個遊行地, 本來是, 宜蘭市人, 宜蘭管理人, 也有, 可以輸他, 我還記得, 想想, 在這個, 由這個, 金瓦街, 平野那裡, 一直來, 來到那裡, 有貫川, 過來就是, 那裡, 那裡, 一直到來, 土地公廟,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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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 我把土地公廟來看, 那都是, 保留的, 綠地, 我是說, 是不是, 可以說, 那個綠地來, 解編, 改編, 我們來看, 如何, 來把, 都市計劃, 來個計劃, 把那個, 他們那裡, 我每次都收到, 才會添過, 是不是那個遊行地, 可以讓我們, 宜蘭管, 來使用, 把那裡, 整個, 看看如何, 分一分, 我們的地縮在那裡, 像旁邊停車場, 都漏了, 那裡, 一個是, 很好利用的空間, 看, 可以說, 這個地方這樣, 有可能嗎, 來把, 把那些遊行地, 拿起來, 要不要再開錢了, 因為大家, 地分一分, 看看那裡, 四十六十五十五十, 怎麼來分, 是不是, 有可行嘛, 官長, 感謝郵議員的指教, 我想郵議員的關心, 說的, 解釋保留地, 我們, 檢固到地主的管理, 要怎麼改變, 基本上, 我們現在有一個案, 在進行, 在這個部分, 大家有一個案子, 關於歷地, 按照, 導致教學法, 他有一個比例, 那跟母親, 跟機關不一樣, 母親跟機關, 他那個, 不算比例, 算你人口, 佩地跟生長所需求的, 那大概, 用地機關, 就可以去做一個檢討, 所以, 你原來有關心, 母親用地的部分, 我們大概, 現在, 比較會轉心去處理, 因為少子化的結局, 已經, 很清楚, 有一個, 將近十年, 到這個, 完整的出生率, 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歷地, 比較困難, 歷地, 如果照宜蘭市, 應該要超過百分之十一吧, 超過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的比例, 差不多要百五個, 那就是, 不是那個, 宜蘭市的中民族, 是宜蘭市的, 宜蘭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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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市, 基本上是, 要由, 宜蘭市的, 投資金, 齊蘭市, 齊蘭市的, 齊蘭市, 您要留給它這些, 可能要等到智光宗真正可以 但是智光宗照理说 如果变善地善 他可以看区域 因为如果照你的看法 宜蘭佛 我们要做一个 环境的轴带发展 这个绿地 我是跟市長这样对话 是说无罪起码到地主成功 因为讲的这些用的 可以做临时 尤其是车车 那个双车如果做车车 临时建立的部分 它带阻 既然一部分的带阻都在政策 这样可以成形来做一个开票 其他的部分 如果 因为这个所在跟文化中心 头前的条件又有三个一样 所以基本上 这个部分 我会请 我们建设组计刑 例如这种公文 是保留地 比较 会影响到地上发展需要的 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请建设组计刑 他们现在在做通膨的计划 也能去基点 整个可以做喜欢的顾业 像我们现在 文童区公园周围 这个市区公园周围 这个所在如果有需要改变 我们就先举一个专案 来做专案变形 当然这个部分是要有一个监控的意义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 在这些计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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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些计刑 比较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相信 如果市公所可以有一个盘点 可以有一个处理 我们也尽量来利用公家的土地 因为我们的计刑 是全计刑 所有行政区里面 国有土地最多 这个国有土地 如果它还有这种 它没有一个原刑的开发阅位 还是说它的使用阅位 可以来想这个方式 这样我相信 我们跟我们想说 跟后会乘头退伍会 这个合作 我们就是跟它过去这个工业区 可以我们所帝 给它做整个一部分 我们爱的就是产专区 其他我们就回馈给它 其他我们就拿到 一部分的工业设施用队 我们现在跟军方的 这个化农 新春 我们也差不多这个概念 就一半一半 机关用队 我就一半一半 一半做工业设施 我们现在因为这样来算 用这个这样来算 如果能够每个百分之十 它才能力地和工业度 减土的空间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这要算中退的比例 谢谢 谢谢 谢谢观念 我们这个 我在想我们对人民 我们经常在说要公平正义 我在想我们团队的政策 在最近把这个农地 飞农用 台阶也缺两年了 这个穗金加冬 那已经有开征了 但是在这个农日之春的时候 我了解 是说开征的所需没有太多 增加四千几万 那如果说本土 我们的伊朗管政府 也在百分之四十六 也在千六万 当然这不是很少的关系 我一直以为我们有法 也有加税 对于管长 因为你自己主顶 对农业来保留农业 用地 当然是要照顾農民 我说有法 要有赏 那些钱对我们欠多 那些钱 其实也没什么帮助 我是说那些钱 不要第一个行用 是不是可以 从事农业 专门在发电农业这里 要有所保障 是不是 要做到这里 当然是对这个农业来保留 大家共同打拼 也发电农业 是不是 对这些农民 对他们 我们伊朗的企业和地理 比亚冠比较不一样 他们的生产 经济可能没那么好 可以说这些钱 如果没有多少 就是来 保障这些 专心地 建筑 这些农民 因为现在 的 生产 也没有说有很特殊的农产品 所以说他们的家庭也没那么好 他也很艰苦在经营 所以说这点 给我们管理做的建议 我时间全部多少 我来发个牢骚 我说这个事情是 要熟悉的事情 也是说到我本身 我一刻差不多九年没做议员 现在更要两年了 差不多十一年的事情 过去我对人家庭也很重 过去我对人家庭也很重 过去我是哪个人 在参加的时刻 我说我买了不得 讓人再跟人家說什麼你這麼傻 你自己就顧不顧好事了 顧到別人去 那時候我說每一個有政見 或有人說我的所在 我說館長跟市長一定要調 我有調無調另外一個事 沒了我就無調 無調無人給我感謝 沒關係 那電話才有很準用話 我家旁邊有一個很辛苦的小孩 我家旁邊沒頭路 我說館長創作 齊國所創作的他也幫忙 他也很準確 他們常常叫我職 我在說館長的人 做館長一定是要照顧協助 酒香就在酒香 我們地方的人在做這個事業 衛生在打拼 還把我們打壓就針對 像楊詠青現在電話剛才我 就把我再去帶一帶 你偷看就是你 偷看也是你 我幫忙這麼多 為了跟當年人選舉的時候 當年他們這邊 等大叫去將到 帶到市民派鎖 裡面有五千年 還有10個警察 我一個人 我靠當的高層 我說發生事情 他跟我說什麼,你去就好,怎麼突然再跟我說 怎麼突然再跟我說 我跟他去,我把它處理了 我再跟你們說,我也不用跟你們說 所以我說我去處理掉 我把東西給他搶去 我搶的米蘭便宜 丟丟掉,放回收掉,送回你 頭上,我也沒人跟他問說什麼 你這個事情有要緊嗎 告訴我,要把他打不棄所處分 不就再過來了 我就經營一間不正的公司 叫做鹹林土製廠 但是那時候也聽說我們有地下館長 我有兩間鹹林什麼東西 剛好就很賺錢,我們照顧來很賺錢 說不定我的董事長,威夫三組 我好也很賺錢,我不知道 我剛好一年還賺錢 還賺錢 不然我就 不然有犯規 如果犯規,我就抓他 有犯規 他們就什麼地下館長什麼 一直給他塗,可能小時候 還要多兩間,我這兩間把它塗掉就好了 我常做那麼多給人 沒有跟我說什麼 你來我吃一下 我告訴你為貴 你一定要改進 不然會怎樣就怎樣 不然拿去一千兩年 撐兩年又沒關係 我為何要交金車到交 武林農場 在時間要斷在那裡頭 我斷很多 他說一幾盤來就要把他拿掉 不然牌也要掉掉 我一間長 就在那裡頭 那頭可以賺錢的東西 我花工錢 我拿貼人 然後八千萬 撈就撈,沒關係 你做什麼 人 引水沒有濕炎 求你的人 又去派海 這次我出來生氣是 賺到一口氣了 不然我頂著就算了 頂著人家兄弟 從哪兒去算我就不會算 從哪兒去算 不然我這麼多匯還來算 是說身體還不錯 今天直接說這個意思 沒有重要說 我是在撈多少還是怎樣 我是說 我們做一個地方的修訂 不管是地方修訂 還是鄉頂市長 對我們的業者 一定要輔助 不要一直打壓 我越來越多了 我越過去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今天說的重點意思 但是十一年了 沒有人知道 只有我甘酷在心肝裡 我只會說給大家聽 對 人中中的死 我是說 我們要譬如說 榜人第一 我今天的意思 也不是說給官長聽 我是要說一說 大家 我要想我來送 放十一年了 人說 那次選去什麼 我不知道選去 叫去輸很多 對 也不是說 我就不去擲 我要叫輸一個 說我和我去 叫輸一個 今天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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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廳 這個講幾句話 這是問說成就 大家討論一下 有很多事情 要跟官長說 大行 我們這次也不知道怎麼 很多 很多議員都在提議 中國的議員要發展的地方很多 但是我是希望說 比較平衡發展 在議員的頭上 跟 三星或三星或三星 發展的議員 議員 議員 其實也都不太老實 所有都不認得 所有有做 所有也做很多 所以我們議員市 人口密度比較高 不要再讓 我之前那次做的四年一樣 我們說比較多 不適合 我說的 政見 跟我們在Panbase的一樣 希望大家幫忙 不是幫忙我做的 讓大家這些 官民 他需要 我們 可以做多少 盡量做多少 希望說 大家議員 都一樣 對地方都有一個交代 對中國 各鄉定也好 各伊朗館 對官民做交代 我喜歡 用到這裡 好 沒問題 這都說 你們議員 你 好 你主席 這麼忙 你 我在主席 我在主席 可以說嗎 好 您金榮議員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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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長 副官長 兩位的比試長 國客主席的主席 我們技術當人 大家好 以及我們當人大家好 今天是總主席 今天是總主席 其實我是學習階段 官長 你 你的 你的 為了我們向後的宜蘭 為了向宜蘭 為了向宜蘭 變成一個儀器城市 不是在市政中 總部局裡面 看的 不斷在那裡看的 剛才我有看你 這個 英議員 在問你 答案 我們 宜蘭官 都議員 都在你的頭上 不簡單 感謝你對我們 宜蘭官 付出這麼多 心態 稍微在這裡 有剛才 在你 那本市政中部局 裡面 有看到 這個 都市 界外通報檢討 以及 重大都市 界外 變形 你也說 有 參考到 人民團體的意見 來通報檢討 我現在 就是 看到你 這個 頭上 都市界外 第三次 通報檢討 這個變形案 你也說 在 一百 一年 八月三十五 意見說 是 我不知道 是什麼所在 變形 變形的是 什麼 我 希望 管理 可以回答 好 請 大家好 台北主席 如果 我的 既立問題 應該是 全對 歐洲港 我們 區大臣修 完成以後 當然是 有些 大家 對 地方的地主 有些意見 我們 後來 就對我的 秋頭 第三次 通報檢討 現在 其實 對歐洲港 這個地點區的 通報檢討 我們也進行一次 因為 上面 香港 要不及 這些 原來 不及 農業區 在 湊 和 瓦峰 這些地主 也覺得 我們 整體的環境 環境性不夠 所以透過 那次的 通報檢討 我們才了解 因為很早期 你做 歐洲港 這個 相關的 價位 早期來說 算一些 改主意 沒有辦法主意 當然 因為現在發展 開始有看到 一些 我們這個 台風 這個 排水也好 或是說各種的 需求 所以 現在 是不是已經在啟動四通 三接規劃 就是說 第三次通報檢討 應該是我講的 那個歐洲港 那個 所在 感謝了 那個 我們 一百 四年 地方 仿視這壇會的時候 頭上 在頭上 在頭上的時候 有 我們 建議說 我們這個 巴拿拿 工業 工業區 已經在 民國 七十四年 五月 找到 已經 我們有 四部計畫 工業區 裡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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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 餘地 在 我們 我們管務 在七十四年 五月二千 有 我們 那個 工作 工事 我們 那個 前期 認定房屋 比較密集 所以 不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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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這個 這個 建議 到底是怎樣 你們 做 我看 這是 那個 公所也要給 我們 政府的公文 政府 政府是怎麼 政府 政府 主席议员 有关于投层都市计划工业区西部计划 就是70几年以西部计划公告实施 当时的公告实施 本来是要用市地中卫做开放 可是里面有一个诞书 就是因为建物密集的地区 是可以就直接建筑 当时投层镇公所发了一张公文 说是全区是密集地区 所以这个部分就后来没有进行市地重划的部分 现在民众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没有市地重划 里面的道路的开辟都没有办法来做行程 议员也非常了解现在财政上的关系 所以要用征收的方式去开辟这个道路 看起来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那可是因为这个还有投层镇公所 当时认定所谓的建物密集地区的部分 因为这个认定的部分 变成是没有办法实施市地重划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公所来做 再做这个研讨 看后续的一个处理方法 好谢谢 我现在你看看 那个观众 你认为那个工业区还有劳工的比喻 现在你看那个高高山 矿泉水 我每一天在那里 就是看他们一些车都是不能进去 还用那个 那个 车机那里 还把它拖在那里 所以你看 现在你那边的工丁 要去建筑的意愿都很少了 我是说 最近也听着 很多我们那个 班人那里的一些 土地的这些地图 他就说 如果有机会 也给我们了解一下 这是不是 可以来这边 不然你这样放在那里 土地放在那里 让他们这些地图 也在那里一直在烦恼 是不是 官长你有你的看法 好 现场请打呼 台湾主席 感谢金龙议员 关心这个 头像感觉 台湾主席有公企 我们在去年 在 顶公署的 那个导师冠那里 我们开会时 乡亲在说 台湾主席 我请建设处先 给你报告就是说 那过去有一个 历史背景 真早 因为 我们以前的 这个导师结尾 是叫作出色的 这个素材 是感觉 主体的 但是 说说 这些就是 社保结尾 里面的 道路 说这些 没有开票 所以 当然是 关心本就是说 希望如果 那这样是不是 来办 企业企业 你如果说这不是改变 是 他的功能 这是 用帝 你 顶公署如果没有能力 帮他开票 是不是 我们来 叫那些 帝主 来 大家 签同意识 你能不能 有完整的结果 管政府 管理 来帮忙 做市场 你现在 差不多 林楼的 工厂都开发了 没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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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来进行 所以 没有 保持人的 工厂 工厂 用帝 建设 主持人 已经有一个 通败 监督 尼兰官 除了理得 用帝 工厂 枯支 现在 当时 结尾来 工厂 枯支 其实 像我们 头上 这些最完整 现在 团队也都 开发得差不多了 现在 酒厂 差不多 秋厂 有的都 很尴尬 但是 差 差在 道路 不够 完善 所以 你说的 这个 保温 其实 我 当年 在访试 座堂会 就这样 提起 所以 这个保温 不是跟 专公所说 我们可以 帝主 先发动 不然 专公所 一般 他没有 这种 准备 大家 就继续 等下去 所以 你 应该 在地方 你跟 这个 创业 可以 跟 昨天 中央 吹一下 你 当然 把我们拿 那 现在 是 管理中央 在做 你 就叫他 帝主 董医师 来 帝帝 帝帝 我们来 做 企业 中央 我想 管理中央 你来 帮忙 做 这个 行政 作业 好 好 谢谢你 我 这还有 一点 今天 要来 拜托 管理 我想 你要拜 对 对 那个 中央 你 有 有 人 在 就是 为了 这个 拈不 力的 事情 应该 你 也 认识 头 什么 原来 的 拈不 力 这 拈不 跟拈不 拈不 写 这样子 你 现在 一个 拈不 叫回 那 拈不 不知道 要做 什么 我 拈不 所以拈不 那 有魚是想要抓魚 你現在連鋪鋪也沒有鋪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現在就娶婆生小孩了 你現在鋪了一年一天 我現在鋪了那鋪鋪而已 鋪鋪鋪 鋪鋪鋪鋪而已 鋪鋪鋪你沒有鋪鋪 我有搞那個 那個 那個關於所謂 那個關於所謂 他有拿著鋪鋪鋪 他跟他說 我們這個鋪鋪 也是吃他中 敏感的保育 保育的 也不可以 我現在也想說 那些比較重要的 那些魚要保養什麼 他不會去相愛的 相拖的相拖的比較嚴重 是啊 因為這個土法這個給我不了解 但是他們的魚民一直在要求 是說他們這些收拔的這些 我們要放寬來給他們 不僅僅這樣 你一年像我們就高了那些麻糬而已 那剩下的時間他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啊 我希望這個管長你這點 他希望你到三天 好 宣長請答案 台灣主席 其實林議員 你算這次才開始處理這個議題 我們在主席台的林副議長 就開始處理過了 我們這種的緊海遺甲 有一個重量關係 不管是抓無力或是抓我們印花車 我們有一個重量管制 基本上政府的態度都是這樣 我們希望每年都有魚可以抓 這不可以說沒有那麼多 這一個災魚 大家每天說的魚 差不多都是這個基本的概念 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說這個 我們現在年輕人說要做魚面 已經很焦燥 要做我們應該要鼓勵 鼓勵才對 但是他們這些問題是 他們去別的魚缸 就去我們以外別的魚缸 去買這個準備 你要回家換一邊 你現在這是這個問題 不是說我們沒有要照顧我們在地的魚面 這是他在重量的問題 你當然這個部分是 他買的時候 他都在我們當部 當部的成功港 什麼去買 你原來那個魚缸 還是那個煮法 在拿來魚缸 跟我們在地的又不一樣 你沒辦法來那個 這個部分當然 魚缸有一個很完整的管理制度 這不是說我們要該監就該監 這還要牽涉到什麼 你現在原來的這些 相關的魚缸的伴隊 你這個部分 任意願可能是要這樣 這要讓魚缸 我相信我們 府議長經驗都會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這個魚缸 包括這個相關的三小班 因為這個都有一個 自己的這種團隊在地 我們在地的魚面 我感覺魚缸所農業主席 這邊要來幫忙 因為這個部分 阿力議員 他們平地原住民 也有這種問題 他們都在 平時都在台東 或是其他的所在 現在 如果魚缸仔 就要來換我們的工 魚缸仔 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無論魚 他們發生 這是有一個中量關係 這 這可能會去侵犯到 其實說起來 管政府現在 這個人應該是 不可能 說這個部分 去改進 但是 應該要來輔助 如果這 是少年魚缸 你現在 頭聲 去開火 近海魚缸 算這幾年 不錯 他還可以維持 好的家庭生活 我看大塊魚缸 跟隔斑魚缸 的順子 差不多都 這個量都沒有 所以 如果 我們現在 對五十港 跟頭聲 這幾個小型魚缸 我們要來專行 休閒的專行 我也希望說 農業處這邊 要配合公里處 有一個五漁港計畫 把這個 原住民的這些漁民 跟投城區的這些 在地的漁民 這些問題 不要讓他們 糾結在這個 傳奇的上面 能夠讓他們 進入 進入 新的漁法 跟新的 漁業的發展 的內容 這樣我看才有辦法 平行 因為你現在才開始 處理這個 你如果處理農民 我就知道你很嚴重 但是這裡 他們在地有在地 那種利益的衝突 管政府 跟你一樣 我們都是做公親 你不能照顧到他 結果一大人人 幫你換 我們這也很麻煩 所以基本上 他們要是傳奇的問題 傳奇的問題 傳奇的問題 傳奇的 現在是 他們最近不說 現在是 本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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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 這是 我們在 中良 關説 因為 當地下 都是 突破了 還有經過肥皂 試驗所去驗說 我們現在量是不是有去到肥皂嗎 還是這麼無辜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回到我要求的農業處這邊 要去請我們這幾年做這個肥皂主委 還要做一次調查 做一次調查 無情這種企劃 這種的禁儀器 這個量這樣可以用修嗎 如果可以用修 我們再來研究 我相信是這樣 館長 因為這羞儀器人 他在售貨的時候 如果大這個肥皂在抓 他掃起來的時候 他看見沒有了 他會這樣繞掉 現在這個只要 只有一千而已 這分數有兩百分 你如果說那個 幾海粒這些肥皂是不能挖過來抓的 這個有一定的 三海粒的肥皂 所以基本上 這是間接管理的部分 你如果說要有這種肥皂 我們絕對把它擋發 甚至必要的時候 農業處要要求魚館所 跟海巡單位 這些都要把它撤走 如果是它這樣 拖拖的 沒辦法就這樣撈掉 這我認為我們就是 一定要把嚴責處理 沒有啦 我說 館長 你現在研究看看 因為我是說 學者特派的 一定沒有積 只要一千千而已 如果可以到三天 就把他給他去抓 這才拜託你 我這裡有一個 事情要來 請問我們環保局長 我們在那個 文化錄 要不然 開始運促修的時候 以前 以前 以前都 本書都會打的 我們到底 那個二難關 用 那個藏的多少 我們現在有處理嗎 是不是這樣而已 你可以回答嗎 好 請答案 謝謝主席 府議長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我們在文化錄 開始起用進程 我們管來 本書最大的 目前 我們總共有十五個 本書店 包括傳統的本書店 跟衛生研究店 都總共有十五個 其中有衛生研究店 還有三個 現在還在使用 一個是所有 一個是無限 一個是三星 其他的 都已經停止使用 跟富裕 所以 我們目前就 有這個 管來 十幾個 衛生研究店 跟傳統研究店 有做那個 地下水的感觸 定期每個 都會去 調查他的地下水的情形 目前 這些的研究店 上面 其實都在蓋土後 就讓他 組員的生炒 跟生炒 跟生炒 那個 十五個 上一個 會期 裡面 沿山 有 一部份的 失控 我也已經 要求改善 以上報告 是 叫長 喔 我看這 用土後面 像那個 伴安仔 以前 要是管府的 手上 不然 我 派給你 母教室 那裡也有 以前 まで土過的本事 因為 佳安寧 我 要去做過 你的 土 蓋了 喔 現在 林浩 寺到也是 一樣 製窃 又是那個不動於紅胎、不動於爐 那裡全什麼 全一些Prelong 那裡是塑膏 我女兒說是要去穿起來 他現在塑膏跟Prelong 他已經久了 都沒有錯過了 像他在鐵盤那裡 那個粉絲露燒燒的 不然你把它放在那裡 你現在 像我以前那個山頂 那個就好了 那我也是建議要來去穿 因為他以前我們本社頂放在那裡 那水濕了 現在會變高 你做空轉水 不怕人過 那我剛才穿前起來 穿前起來 現在就看我 以前是Prelong比較少 塑膏比較多 那小小條就好了 現在我是說有要做嗎 你們這個工作有要做嗎 好 請黨 謝謝你們議員 其實對幾個MMI庁這部分 其實在四五年前 環保教已經有跟各國 鄉林公司 要做過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有本社頂的 這個合約 就是那個 成立的幾位 我們會補助他 他如果真的要進行 我們MMI庁的本社頂都準備 可以補助五千萬 開始進行這些 由各鄉頂的 對 因為早期這個部分的MMI庁 都是各鄉頂 下去收 下去帶 下去服用 但是 那如果補案裡面 我在想 目前在補案裡面 我不知道 林議員說的 在前面這部分 到底有 前面這部分 有 綜合 我相信這部分 應該都是 應該都不喜歡來工作 的MMI庁 工作 有的MMI庁 在客欄這邊 有五截 有所有 有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 如果 那補案 或是 本社 塑膠地 也有一部分 有可能是因為 風胎 或是 頭部 在補案裡面 形成 氣製場所 不是傳統的MMI庁 那補案 我再跟 林議員 聯絡一下 看 去負責 看這個 總共如何 好 謝謝你 你有沒有 沒有 補請 我請問 環保局長 這個 人的 房子 人家 人家不簽了 不知道三人 都黨 都市 也有本所 收集 沒有太多 其公司 他們說 沒有 他們 我聽都沒有 沒辦法處理 我們環保局 有辦法來處理一下 可以嗎 所謂 沒有辦法 一個人處理 不知道 那不可以追究 很多人 我們是地方的民主代表 他一定跟他講 也跟他講 我也不知道處理 可以嗎 好 請 謝謝 作者 案例其實很多 對 他處理的 標準方式 就是這樣 我相信 由委員說 就是 這是一種古樓 負貫很多 所以 也無人太大 就 被人家很難 所以 家裡很難 他 他根本死很多 我們處理過這種情形,當然也要要求貸主 房屋後來是土地的收益款人,他要去清 他如果不清,其實我們這個主題條例 其實是要用每一個地分枝去做出分 我們這種要求他請你的事情,他在一個限期內不清 其實我們就出動創建隊和環保局這部份的主委 去把它清掉,清的這部份... 要把它清錢 要把它清掉 要把它清掉 我知道,好,這有很多話說 我再請到館長,這個基建這個問題 我請到館長說,原來這個財源是來之不易 本來每一個議員的所需也不太多 這個審計部也有支持,我也都知道 但是我們的困難是說,是不是可以我們的採託 補一筆,可以讓社團的經商模 本身也很不贊同社團辦活動,吃吃喝喝 比較比較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傳統就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他們的活動一段 我們會自己尊贈 補一筆採託,改正有實動 應該要補助所在,這個採託給我們用 先說,管長,管長 縣長請慎重打呼 台北主席,感謝議員和我們指教 基本上,我記得議長好像應該是 這幾天有交界協調 我們副管長有參加 會長也應該跟大家有一個共識 我們大家都體諒 我們現在的財政狀況 對著,大家在選區裡面 我們考慮我們議長官的社會狀況 大家主願比較少 在我們的議選 家委裡面,只要是負合到 我們現在年度家委當中的一個補助項目 我們政府都願意來支持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 因為我們是不是也沒有了解那個內容 我想這個,我們副議長官 貴必士應該要收聽再跟你說一下 應該是差不多大家都 我們這項都有一個體諒 但是就是,譬如說 今年我們在議選有變的 這裡先做一個基礎 做一個基礎 我沒有這個消息 所以我把管長請示 我們這個時間 這裡就好 要送管長 送誰 送我過 我不用了 好,感謝我們兩位非常優秀的議員 同仁的質詢 好,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然後再繼續邀請陳捷琳議員 還有順湯議員 好,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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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非常特別 氣氛很好 我們繼續要邀請的是 陳捷琳議員 孫湯議員 以及陳孝仁議員 我們三位 員民級的好朋友 他今天很特別 尤其阿力 又有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請 請 不是 不是 不是阿美族嗎 應該很清楚 不是阿美族 因為我記得上會期 還有阿美族的顏色比較鮮立 不過我那天有去參加總統 那個舊子典禮 你這個服裝很像那天合唱團的 那個團員穿的 所以是哪一組 是盧凱族的嗎 好哪一個局處長知道這是什麼組的 布板組 那個縣長 縣長猜的對不對 對 覺得是盧凱族的舉手 盧凱族 因為沒有人知道阿 是不是 還有沒有人再猜一下 還是沒有是不是 對 其實那個縣長猜錯了 這個是排灣族 排灣族 其實縣長猜錯 我不會訝異 因為台灣的教育的不平等 所以整個教科書也沒有在教 也沒有著墨 讓多數人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認識 是一知半解的 好那既然 台灣族 我已經講出來是我們的排灣族的話 就從我的服飾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我們的台灣的原住民 台灣原住民排灣族 首先我們先學會我們的打招呼 好不好 Nadarivagassen Nadarivagassen 是你好的意思 所以呢縣長我要是說 Nadarivagassen 你就要回答說什麼 我很好 我在教學 所以應該要講 Nadarivagassen Magassen 不一樣 縣長我聽你唸一下 Nadarivagassen Nadarivagassen Masaru 謝謝 所以你們常常會聽到排灣族會說 Mari Mari Masaru 就是排灣族的問候跟謝謝的部分 我們再唸一遍 各局處一起唸 我隨時會考 Nadarivag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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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aru Masaru 非常好 希望下次你們看到排灣族群的朋友 就可以用Nadarivagassen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讓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族群的簡介 那排灣族呢 那排灣族呢是一個階級分明的一個族群 他有頭目 貴族 士族跟平民四個階級 他們是行那個封建制 家族是有長勢 不管是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就是來成績 所以在整個來講 我們排灣族呢 他整個的 就是貴族之分 然後貧族跟貴族不能通婚 所以這個部分是分得非常的細 那排灣族有三寶 我們有桃湖 有琉璃珠 就像我脖子這個琉璃珠 再來是青銅刀 然後青銅刀呢 這個部分 他每次在雕刻上都會有不一樣 這是一般貧族可以雕刻的 那假如是貴族他雕的 可能有百步蛇的圖案 人蛇圖案都有 所以在這個地方都有一個不同的形式出來 然後琉璃珠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戴上的 一定要貴族還有頭目家族的才可以穿 所以這個部分的差異非常的多 跟一般其他的原住民族群來講是不一樣的 接下來就是你們今天所看到我穿的排灣族的服飾 我想排灣族的服飾 是珍奇窦艷是目前排灣族最佳的寫照 因為每一個人的手藝非常好 所以各家族呢 他會開始自己去編織非常多的串珠 像我身上這邊 他可能有人形圖案有百步蛇 像這些東西在他們的婦女來講 都會爭相來搶 但是呢 貴族跟一般貧族他所雕視的不同 不可以隨便雕在這個披風 披風只有貴族 才可以戴的 所以一般的貧族他這個披風是不可以去做一些串珠的表現 像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很明顯知道說 他是貴族還是貧族還是市族 這就是排灣族最華麗的一個服飾 也是堪稱我們台灣目前最貴的衣服 他整套下來將近十萬塊 這是排灣族 我光這個串珠來講 他是一針一線這樣子縫製 還有他的繡花 再來就是木雕 我剛剛有提了 台灣的木雕最厲害的應該歸屬我們的排灣族 因為他不管是小東西 還有他們喝酒的連杯 還有我們的湯匙 像剛剛看的我們的刀子 還有一些我們的祖林的那個門櫃上也都會有 還有一些梁柱這些都是排灣族最特殊 最厲害的一個藝術天分的木雕 再來就是我們創作活力始祖的一個族群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他不管是來自於他們的串珠也好 或者是他們人形圖案 以及他們的皮雕 甚至他們有早期更早期他們手上有一個圖文 這個只有排灣族才有的 所以像我們排灣族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個族群 那再來就是石板屋 石板屋因為它居住在山壁上 所以它有一個葉板岩的部分 還有那個岩石 所以一般他們在大概他們的房子的時候 就直接用就地取材的方式 那像我們阿美族 我們就會因為居住地是族子比較多 所以就會有一些族子類跟茅草類 那因為排灣族跟魯凱族呢 地獄的關係他們就會 蓋的房子 房舍是以石板屋 那再來就是最有特色的主食 就是阿拜 跟我唸一下 阿拜 你有看到我前面這個嗎 阿拜跟吉納夫 我想那個端午節還沒到 我剛剛有聽到說 欸 現場說端午節還沒到 怎麼有肉長 不對了 這是那個排灣族最有特色的主食 就是阿拜 吉納夫 吉納夫它分別差異 同樣一個東西 但是它因為食材裡面的關係 會有差異 所以它這個阿拜 就是一般的小米跟糯米 再加上那個我們的山豬肉 那假如是吉納夫的話 裡面就會加一些芋頭啊 還有我們的南瓜 所以差異在這邊 所以利用這個短短時間呢 讓大家來認識一下我們的排灣族文化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局處呢 在未來有碰到那個排灣族的時候呢 也懂得去尊重去欣賞我們的原住民文化 這樣可以嗎 有掌聲的話我就請你們吃了 好 那個主席 主席 我暫停五分鐘 我請大家吃阿拜 好 謝謝 時間暫停 來 感謝感謝我們的主席 好 所以來我們呈現一下 來 那個 我們今天是來上那個原住民的課程 嘿嘿嘿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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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去一下我們的阿拜 我們是阿拜 好 阿拜 你看 馬沙路 馬沙路 還是馬沙路 好不好 阿 找到了 阿ения拉 撒一班 阿山 阿 趕著撒一班 阿 咱佩 算到大天 還好 阿 誰 哈這是什麼葉 阿 三八八八八八 五文綜了 小米啦 里面的叶子叫甲酸酱液 可以吃 好 我先提一下 就是它里面 你剥开来之后 里面的叶子呢 叫做甲酸酱液 是可以吃的 好不好 好 这个是非常特殊 吃吃看 待会可以讲感觉 这个叶子可以吃 对对对 好吃吗 可以吗 啊 越桃越是外面的那一层 然后里面的话 叶子的叶子也没有吃 有吃吗 有吃吗 然后那个倒下我们的那个 嗯 好吃好吃 好吃吗 还有什么 很快 好吃哪 您叶子也吃吃下去 好吃吗 口味合不合 那好吃怎么讲啦 好吃 好吃 好吃哦 餐廳 南非在與 基督教授 京畢 鄧幫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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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每個人喝一杯 我吃了 我吃了 這差錢不錯 對啊 對 三豬肉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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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們已經包了一個晚上 真的呀 沒有 我有吃了 謝謝 謝謝 有啊 都吃了 真的嗎 這個也喝了 好有喝了齁 主席 我們沒有拿小米酒給你們啦 這次 有洛神花茶 對對對 那個是洛神花呀 紅色那個是洛神花 喔 撒西米要去我們那邊飯啦 什麼撒西米你想吃撒西米 再來一杯嘛 你能不能計較 好 誰 不知道 姑娘喔 這邊少一杯啊 對 對 阿力這樣好嗎 OK 好 OK 好 那我們 以最熱的掌聲 感謝阿力好不好 好 感謝阿力一言 不要忘記是吃人手軟 吃人嘴軟 吃人嘴軟啊 不是手軟 吃人嘴軟 拿人手短這樣子 其實我們一次的定期會 我就是會刻意去穿著不同族群的衣服 然後去拿出他們最有特色的飲食 最主要是讓我們的縣長也讓我們的各局處去認識不同文化的美 因為畢竟在以前的早期環境說實在你們沒什麼機會去接觸 就如同你們剛剛會猜錯我所穿的服飾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在未來呢 我們民政處的處長文處長 這個就是你非常大的責任喔 所以我們的教科書 喔不是 民政處長到少處長 是那個教育處的那個文處長 好 那接下來我再提一下 因為原住民在台灣這一塊美麗的島上居住了現在將近 我們在這個福爾摩沙 這塊土地最早的主人就是我們的原住民喔 在荷蘭統治之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後明朝 後明朝有大量的從對岸來了 閩南人 福建人 還有廣東人 客家人 以及後來的滿清政府再加上我們的日本殖民 那再加上目前我們的國民政府形成了一個多元族群的一個小島 而我們原住民就在這樣的一個環境的環境下 那堅困的保留了一部分的傳統文化 世世代代的流傳下來 我們都知道因為原住民在早期是沒有文字的 所以都用口述的文化 加上我們的單一政策之後呢 讓我們的文化能夠流傳下來的真的不多 那我們原住民呢 在這個台灣沿著中央山脈 目前分佈有我們正名的有十六個族群 七百多個部落 人口數呢有五十三萬多 那佔台灣兩千三百個人口數來講佔了百分之二 是一個絕對少數的族群 而我們宜蘭縣呢 人口數是四十五萬七千八百一十五萬人 縣長隊 然後原住民人口數是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人 佔總人口數的三趴 算是比一般我們台灣來講 以比例來講算是高的 那早期呢 唐三過台灣喔 應該很多人聽過 有等叉公 沒等叉 罵還是不 罵 罵,沒等叉罵 所以呢 我們台灣其實有百分之八十 都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喔 那天我們還在跟林成功議員在聊天說 你看你看 我的手上面也有扫 好像有原住民的學ei 这样子 我刚刚好像讲台语 所以待会要请县长讲母语 所以你看 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台湾占多数 都有一些原住民的血统 因为有跟当地的原住民通婚 所以早期刘守成县长 还有邮县长 也都说 可能一马五 原住民隔马兰组的血统 好 了解到这边以后 我们再问一下 县长你知道原住民的姓氏的由来吗 知道 怎么来 请教一下县长 我看过历史资料 在清朝礼藩的时代 清朝的时候是姓 所以你是说 以汉姓为主吗 还是你们原住民的姓 汉姓 应该是从清朝开始 所以姓氏的由来 我觉得当时我们看文件 因为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家族有不同姓 同一个家族 早期就是因为他是李帆 老实讲他是用比较不文明的方式 用排队的 我记得是当时是这样的 那我换我来讲一下 早期我们的姓氏 我曾经跟我阿公 还有我们的家族人在聊天 以前国民政府为了要统一原住民的原住民 就是规定要用汉民族的姓氏 他就怎么排呢 我想你们都知道城里满天下 一号来的姓陈 二号来的姓林 就这样子按照 比如说初一来的是姓陈的 初二来的姓林 然后就以此类推 所以强制了我们原住民改成汉姓 然后学习了我们的汉文化 所以原住民的文化 就是因为这样子来日渐的 视为的原因 再来就是提到我们的原住民的土地 我们应该要从日本人说起 日本人殖民台湾之后 为了方便管理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成立了一个叫做林务厅 然后日本人又跟国民政府交接以后 又变本家里 把我们的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改为国有土地 所以原住民大部分被编列为国有土地之后 虽然他们说我们原住民 还是享有原住民三地保留地 但是又限制了我们不可以买卖 不可以抵押 也不可以直接 这些不对等跟不公平的规定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一直是延续到现在 然后到目前还用中华民国的宪法 来执名我们的原住民族 真的让人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所以这样对待原住民的方式 也能惯上我们现在民主自由平等 这么多年来国民政府的独裁 表面上是给了我们原住民较多的福利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政府只是给你糖果就叫你闭嘴 意思就是说让你糖果吃你闭嘴 我很会讲台语今天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子被国民政府 所以有非常多的林务地还有一些台糖都归属在我们的国家 早期那个台糖的土地都是我们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520小英总统就直言说特别讲了转型正义 所有的原住民都期待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就是我们的小英总统 可以给我们这个台湾的先住民一个真正实质上的那个协助 比如说在未来新政府 我记得我们的小英总统他准备援拟了 就是说新政府要援拟中央以后要成立一个原民部 然后在台湾的31个乡里面呢 成立一个原民会 台湾700个部落做一个原民事 让我们的原住民事务能够独立运作 所以刚刚我们的那个主席啊 副议长特别讲说 我们那个原民局的那个孙滩议会跟那个陈孝仁议员 我听了都非常非常开心 其实这样的转型正义呢 是让我们原住民下一代放下过去的恩怨 迎接自由自主自权 执行原住民未来美好的新世代 而反观我们的那个宜兰县政府 对于原住民族的施政 我想居住在南洋平原的所有的原住民族人 也是也有同样的期盼 我在这里想请县长来谈一下 新政府上台之后呢 民进党可以说是全面执政了 你身为一个五星级的县长 是不是来谈一下未来在任期内 对于县内原住民事务 有什么想法跟规划 是不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央的脚步 配合我们小英总统的政策 请县长就这个问题说明一下好不好 谢谢 好县长请说明 大会主席林副议长 我们谢谢孙汤议会议员的用心 每一期会自从你进到议会以来 大概就采取过去那种比较对立的方式的问证 用比较和平的方式 然后让我们一般人来开始认识 这个所有原住民的文化 那当然一开始就是认识我们在地的 泰亚跟阿美族 那现在又让其他的族群也纳进来 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体认才对 那至于现在新政府大概 小英总统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大概都有谈到一些 他希望在配合转型正义里面 能够对原住民集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 原来他们就是最早的原住民 所以在我们整个政府的施政 在制度跟这个政策的推进的过程 其实过去大概都是比较偏向在照顾到多数人 对少数族群的这种包容 或者是能够给予更宽广的空间 这个部分大概也配合台湾整个转型 其实刚好到了这个阶段 是比较容易实践的机会 那至于宜兰县 我想原住民局大家的期待 是我们希望在这个有限的局处里面 我们现阶段当然先针对 我们整体的可以去调整的部分来调 那三位议员都清楚 我们当时在第一波比较大幅度改变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是有把它摆进去了 但是很多大家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们又回到希望能够按照阶段来做 这是结构上面 但是我觉得组织结构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但是最重要还是要看我们整体的市政内容 所以我们对于宜兰县 我们在两个原民乡或者是针对平地原住民 我们应该分成几个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是 目前如果说都已经向平地原住民散居在平地聚落 其实很容易它大概就会融入在当地的社群 那对于文化认同或是在相关文化传承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列为比较重要的现阶段的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是在教育或者是我们 民政处这边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推动计划 那两个原民乡现在我看起来比较严重的是部落的生活环境 那当然我们现在对部落的史的建制 我除了已经在民政处这边列案以外 其实是请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那个现实馆来作为主体来帮忙推动 各部落来写史 那再来进一步我想在教育体制上面应该来配合 那现在我们宜兰县的实验学校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基础 那对于原住民主如果说要回到整个内容上能够回应到 将来能够建立民主自信 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自主 就是自主跟自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其实在前面的准备是很重要 这个教育系统的建构是很重要 文化系统的建构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我们现在几个当务之急 当然最重要还有一个当然是所有的产业内容 大概比较少谈到那个原住民 照顾原住民的这个就业跟创业的这个部分 所以将来我们几个相关的产业部门的推动 应该将过去那种只有针对原民会或者是很多这种小型的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式 来对原民来提供这样的协助 但是大概都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好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从四南专案的经验里面看到 比如说我们原住民三地部落大概主要是农业 农业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帮忙 再来就是观光休闲产业 观光休闲产业当然优先要解决土地的问题 那对原住民族大概就是以农业跟渔业为主 所以这个呼应不同族群它的需求的内容 我想现在这个民政处应该要有比较大的能量 在这个计划上面要提供更多元的施政的内容 这样才能够呼应我们三位议员能够对于这些乡亲的期待 有所共同的呼应 好谢谢县长其实我还是找不到答案 因为我应该这样说好了 像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是善居 你刚刚也提了就善居在十个乡镇 其实他真正能够被照顾到的真的是为乎其为 像县长可能每一个乡镇都有乡镇公所 那我们都会区原住民的通常他有事情的话 他不会往乡镇公所去找 一定是找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在未来在我们的民政处 假如说他还是在二级单位的话 真的是很难全面的照顾 所以我在这边强烈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那个县长正视这个问题 将原住民事务所升格为一级单位 作为原民局或原民处 也希望我们这里各局处能够去支持 因为宜兰县有非常多的族群 真的一般我们原住民在你们的各乡镇来讲 是很难受到照顾 因为他们很容易被漠视 然后被排挤 所以在这个生活上是有非常多的阻碍 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 我们的县长在针对这个部分 在积极努力 那我们的各局处也请求你们的协助 那既然中央跟地方不同掉的情况下 那我们三位原住民的议员 还有很长的一大段路要走 不是像那个小英总统讲的 只剩最后的一里路 那假如像上次我们也有听到 我想县长之前可能有提到 就是说可能会主改的部分 把我们纳到多元族群的一个事务科 假如真的是这样 这是对我们原住民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强烈的 怀疑那个县长是要将我们原住民边缘化 那我们三位原住民到时候会不息的 跟所有的原住民族人用生命来捍卫我们的尊严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县长 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 你可以承诺一下吗 县长 县长请当务 什么时候有那个要跟什么科并在一起 因为在之前我们有听说 我们原住民事务所可能会纳到 我们多元族群的文化科里面 不是不是 当时我刚刚在讲 第一阶段在谈的时候 就要升为一级单位 那要成立局处 我们成立局处 那现在其实大家也关心到新住民 那我们觉得如果说 既然原民处的规划 我们就是要照顾少数的族群 那我们是要把它变成一级单位 所以叫做多元民族事务处 是这样子 是叫一级单位的 所以意思是我们到时候会跟新住民列在一起吗 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 这个是在当时他们在倡议的时候提到 因为你总是我们那个组织编制就是这么少 就是这么少 那你要减掉谁 要给谁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现有的这个挪移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是当然在谈 当然你刚刚提到的 善居的各乡的这个问题 现在就可以解决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现在民政处的各护政书所 他马上就可以承接 如果说你们在各地的平地原住民 不是像三地原住民 他原来都有各自的相公所比较单纯 那护政书所 那对于这种善居式的他就可以承接这种服务的能量 所以这个部分是马上可以接受的 马上可以接受 我想我记得我们8月1号就104年8月1号原住民日的时候 我们也成立了就是说在护政系统里面成立了个足语翻译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前几天在民政处咨询的时候我也有提到 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很多一般的承办员还有我们公务人员呢 针对原住民的这个地方是非常漠视 非常的不尊重 我想这个部分我之前有跟我们的少处长有提过 所以未来希望我们各局处还有公务人员的素质 真的要懂得适时的去尊重别族群 好希望这边一定要改变 那既然我们的县长真的是这个部分还要再努力的话 我想我们的三个原住民级的议员真的会全力协助 真的我们很期待的就是我们的原民局能够被提升 接下来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县长的施政报告 县长这一次跟去年到今年 我看到施政报告其实我蛮难过的 因为我本来是对你的期待应该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这一次看到强化都市原住民服务的这个部分呢 你所琢磨的只有在8月1号原住民日呢 用宜兰旧景广成立都市原住民服务站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做完这个以后 但针对都市原住民的部分就不用再做了吗 没有嘛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我们真的是想要看到的是真正实质的计划以及政策 因为这一次我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因为在原民政策的这个部分呢 增进原民权益协见新住民好家园 我在我看来反而是我不是要跟新住民对立 而是说在我看来反而我们这些都市原住民 所有的照顾还输于那个新住民 这是我比较难过的部分 所以县长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 好县长请处长 我想那个议员这边可能也误会了 其实在单位工作报告里头也会有叙述 那议员这边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很多的文字写在那个县长的市政总报告 那我想我们下一次会提供多一点 不过最后的总编辑的单位还是在计划处这边 那他会统筹之后把我们应该做的服务内容来跟大会这边来做报告 我想下次我们会跟计划处这边再讨论 怎么样来呈现议员你希望的内容 好讲到这边其实我要说的是 我真的很期待很希望不管是我们的县长也好 你们每天其实我不奢望你们花很多时间在针对都会区的一些政策跟福利上 我只要你们每天花三分钟想一下怎么样可以协助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 这个部分能够在政策上能够落实 或者协助他们不管在教育文化艺术上 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我曾经在跟我们地政处处长在聊天的时候提到 我们的前辈也提过 其实我们只要各局处一天花三分钟时间 我想你们就会想到说要对我们原住民如何的去照顾我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各局处再多加强一下 好接下来我要提的是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部分 我说过尊重本身是一种平等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的县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原住民应有的尊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施政的成效 在第二次定期会我有跟县长提过 就是说固定编列文化祭典的经费 我想县长有承诺也有做到了 再来就是都会区争列地方的访式也OK 只是说我们现在提的是原住民国小的营养午餐 我想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两厢除了大同乡还有南澳乡以外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都会区的现在人口数已经增到六千多人 我提到这个营养午餐是因为假如在原乡居住 他一定有土地然后可以去耕作 然后还有产业可以发挥 那都会区会住在这边都因为一些工作 因为小孩子要读书的因素移居到了宜兰都是租房子的 其实生活非常的困苦 假如说能够在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呢 协助一下我们的原住民 所以应该是对我们原住民这个部分能够帮忙一些生活上的辅助 因为当时县长有承诺说要严理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 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 我到现在一直收不到回复 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次县长针对这个部分 也可以再多努力多积极一点 那再就是农与业产销班的成立 今年特别感谢我们的地震处有协助我们找到了商块土地 然后协助了我们在农的部分 可以去耕作 然后在未来要产销班的成立 可能就借助这三个班级 在弄的时候也请求我们的那个局处的部分 过来协助我们 再来就是法定营法族 我记得那个县长曾经在老来保的那个活动里面提过 那个原住民法定的营法族的认定是55岁嘛 县长对不对 所以一般汉人是65岁 所以我去年在那个定期会有提到 就是说重阳敬老津贴 我们汉人是65岁开始嘛 那既然认定我们法定营法族是55岁 原住民是55岁的话 是不是也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原额 提供给我们的那个55岁以上的老人 有一个重阳津贴 议员之前也有答复您 这社会处之前的答复是 在我们县府的作业上 重阳敬老今天是90岁以上 还有100岁百岁人类才有 那其实我想长辈他最需要的是 鼓励他社会参与 那透过社会处跟卫生局相关的高临友善的 一些相关的行动方案 我想应该就能够照顾到 您说的55岁以上的营法族 假如你用这个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另外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长青食堂 其实我们都会区很痛苦 我们一直期待 为什么希望有一个聚会所 我们连长青食堂要一个点 都没有一个点愿意承租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算是要跟社区结合 他们也不愿意跟我们配合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都会区 很吃力很辛苦的地方 然后我们的局处又没有办法做协助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区的长青食堂这些老人怎么办 所以少处长我们曾经有提过 就是在比如说在我们的苏澳比较聚集的一些原住民地区 因为这个因为之前在社会处处理 那根据我的了解是您提供的名册大概散居在苏澳地区 不是集中在月明新春 那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那个月明那边的阿美族其实都是比较壮年 反而是在白米社区的是比较属于那个年长 那硬要把白米社区的长辈请他们每天中午到月明去吃饭 我觉得是有点遥远 而且这个路途中也不适合长辈这样子每天这样奔坡 那倒是我们应该去安排在白米社区 是不是附近已经有在开办长青食堂 如果说没办法融入的话 那因为人数少于15人 我们是不是用送餐的方式 或者是跟教会合作 因为毕竟可能阿美族是不是比较是拥有性那个教嘛 不适合到庙或活动中心用餐 我想我们尊重那个不同种族大家的习惯性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让社会处再去跟长辈在那边的做沟通 那我昨天也有社工跟我回报是 大概他有去问几个当地的那个长辈 他们都认为他们大概喜欢在那个白米社区附近能用餐就好 我想这个后续再把这个资料提供给阿丽议员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谢谢我们的处长 希望真的能够帮他们媒合了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三星地区老人家也非常多了 所以他们有很多事照顾不到的 希望我们的那个社会处再全力协助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我刚刚前年也有提过 去年提过原住民行政中心 即多功能的文化会馆的规划 我想请教县长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在8月1号成立的都会区原住民服务站 那个位置本来就是未来要当原住民事务所的一个行政中心 然后我们在讨论在协商的结果是说 以后在未来一楼可以成立一个多功能文化会馆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那个旗程大概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因为我昨天在民政处咨询也跟您报告过了 那目前正在跟那个中央来申请 但是因为当时是因为新旧政府交接 原民会很多的计划都完全没核定 包括目前我们两个原乡的特色道路跟造景的计划 都到将近上亿的预算 那我想520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跟他们联系 那您昨天有说如果要去中央一起争取的话 也可以邀请您一起 我想您昨天的期待 我想我们会如期来办理 所以这个应该是在今年会有初期的规划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我们希望中央今年核定的话 那有相关预算我们可以马上展开那个规划案 那之后大概有相关的一些雏形之后 再来编那个工程预算 规划案一出来的话会预计会什么时候开工 规划案应该也要进行 期出期中期末简报嘛 那我想应该工作到明年 然后明年再编后年的工程预算 要编到后年 分期编练 不能再往前推 你没有规划完成 你不晓得应该怎么新建 是适合大家需要的 还是要一个先进行那个 好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谢谢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原住民 原民所要提升一级单位 这个真的都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 因为我时间不多 我在这边跟县长还有所有的县府团队 我知道你们不晓得如何照顾我们原住民的话 我这里提供了一些几个不错的点子 想跟各位做参考 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努力 第一个就是建制我们原住民的主题公园 我想云天草原也就是我们的绿博那个地方 我想这两年已经建制了太亚族的一个家屋在那边 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主题公园的话 我们可以每年建制一个不同族群的一个家屋 让那个地方就是现有的一个环境呢 把它营造成一个原住民的主题公园 好再来第二个就是生态绿洲 好里面有一个格马兰的家屋 我希望设有原住民的导览人员 我们有看到生态绿洲那个地方空有那个家屋 没有做导览没有生活的人在那边去叙述的话 我想这个环境教育是零的 来再来第三个就是各大风景点 设置原住民的特色商店 所以这个公旅处这个部分也期待 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花一点心思思考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景点设置一下原住民的特色商店 第四个是景点跟艺文空间呢 设原住民的文化展示或者文化展演 第五个是建制原住民族的文化观光展览馆 我想我们的中心文创园区这么漂亮 其实我们要的不多 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场馆 然后可以呈现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是多族群的一个文化 也是非常棒 可能在未来会变成一个新的亮点 提供给大家参考 再来就是原住民 原住民行政 不好意思这边稍微跑掉了 所以我在这边再提一下 就是说原住民在各个工作场域 我是希望有工作机会 这个劳工处可能在协商 在帮忙一下就是说 希望在各个领域或景点提供一个原住民一个原额的工作机会 所以在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推动原住民综合发展 原住民教育文化 就业跟生活报告 生活保障 以上谢谢 好继续我们 陈孝仁一言 主席还有各位议员同仁 县长还有过几处的同仁 大家午安 今天本来是三位一起联合咨询 虽然少了一位 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团结之心 刚才阿里议员也准备了很多饮料跟东西 有一句话 口密复健 但是你们都不会上当 三次给你们喝酒 你们也没有乱打 可见你们 包括从县长到各级处 都是臣服很深的 好 言归正传 县长每次在定期会的时候 我会跟我们两位三位原住民议员 会去而不舍地提出我们的见解及看法 县长不管你想不想听 或是装容作业都没关系 从我就任议员开始 已经迈入第三年 我会为原住民的潜意及责任继续努力 第一个 刚才阿里议员也讲过 将颜民所成立一个一级单位 集处 今年县服组组织改造架架构调整中很遗憾 没有把原民所调整为一级单位 在你们的缩帖里面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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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兴建 多功能的活动中心 在我们前任议员 这个 钱海书议员也提过 在所有的 有原住民的地方 都有原住民的活动中心 它可以做原住民文化 教育的中心 目前 包括阿力所带的 马嘎巴海的舞蹈坛 他表演的地方 都是抛头露面 没有一个大的地方 也没有水准的地方 我希望县长 能够把这两项 把它考虑进去 县长你在市政总报告提到 公民的意识 逐渐崛起了社会 民众不合理的是 越来越民意思考 并勇于站出来 我们也就是要把它站出来 也提到 宜蘭有很多先贤树立 宜蘭的精神 蒋卫雪先生发起民主运动 郑南荣先生提到言论自由 陈定南荣先生反对六亲污染 你说这就 你说这是 我跑到那里去了 你说这不是 那个 妥协的宜蘭军神吗 我们原住民 刚才阿里也讲 我们也不会妥协 抗争是不得已的下下策 那我要访问县长 我们住在宜蘭县的原住民 是不是宜蘭县的公民 我们是不是宜蘭的民众 如果不是 那我们就是动物了 我们也知道 道道地地是宜蘭人 更何况 我们原住民 在汉人朋友们 早一汉人朋友们 在定基南洋评演上 还有在你的手册里面 每次手册里面 提到 口口声声提到 将自利公平正义的实现 在每次定期会报告的时候 一样画葫芦啊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来呼隆我们的原住民 还是骗原住民的选票 5月20号 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里面 也提到落实公平正义 用于改善原住民所受的待遇 让原住民更有尊严 全力推动转型正义 难道蔡英文总统也是骗原住民的选票吗 再说 在中华民国 史诗人总统就职典礼 最有时以来最具言为的政治疑点 歌舞中 实以旁白 说了 说了说什么 应该 大家都知道 西方的宗教 传到台湾 改变了许多原住民粗旷 而草盲的习俗 这个 这不是失误 这个是总统幕僚的集体文化盲 表现出主流社会 汉人优越的文化偏见和意识形态 刚才 阿力穿的这个制服是排湾祖 蔡总统这次宣称也是排湾祖的女儿 给彰显原住民的土地 有人在打瞌睡咯 以生活的诸会 除向原住民大地之千万 其免 我们国人 包括我们亦南县的县民汉人朋友 应向上海学习 共同守护大地 以多元的社会及文化 依然县 号称民主的圣地 相信以会的人员都知道 民主的征替 所谓民主是以多数人的决定 同时尊重个人少数的权利为原则 所有民主国家 多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的同时 要极力保护个人跟少数族群的 基本权利 我希望 我本席希望主政者 我们县长 能兼顾公平正义的原则 重视及保障原住民的各项权益 所以 成立原民局和一级单位 是因应未来原住民进去的多元发展 对提升原乡和都会区原住民的竞争力 及塑造原住民的新形象 换言之 中央原民政策的拟定 在县府原住民一级专责单位执行 原住民事务推展更有效能 县长 如果在你这个任期里面 能够把原住民成立一级单位 我相信县长在宜然的宪政史上 留下定位的价值及关容的历史 听说你们在开会的时候 好像最反对的是 财主两个单位 因为你们成立 成立这个交通处 都是以税收为目的 成立的严民级 都没一点好处可以用 是不是这样财主 请问财政处长 是不是这样 好 处长请打误 这不是我们的决策 我不是那个成员 我从来没有反不对过这样子的意见 你不是成员 你有提供意见 我从来没有提供意见 好 主记 你说说看 好 主长 你们是为税收的问题 来把我们严民举砍掉 是不是这样 没有 这个并没有 你也没参加 没有 我也不是那个成员 你也不是 那我请教宣长 成立严民局 跟设立多功能活动中心 你认为我刚才讲过 在你的宣政时下留下一个定位 你也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想请教宣长一下 好 宣长请打误 大会主席临副议长 谢谢陈孝仁议员的指教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 陈议员已经是第二任了 非常清楚我们在这个大会的殿堂 大概都谈论过几次了 我们先从硬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来谈起 其实我们在这几年 尤其在你上一任跟检议员在谈的时候 我们就请现在的陈议长 帮你们再找土地 原来就向众三星大洲 后来土地因为相关的机关不同意 所以那时候是用地有问题 所以这个方向一直都没有变 所以你这个部分刚好现在 利用我们在去年8月1号挂牌 原来景广那个用地 刚好那个土地交给县政府 所以那个用地如果现在在规划 那当时我们有一个默契 就是说如果说县政府把用地处理好 你们就要负责将跟圆明会来争取 现在因为执政换党 所以这个部分我在中央党部 因为现任的主委是原来的 原民部的部长 所以我们也跟巴鲁尔主委谈过 说他下个月 因为这个月都在立法院 下个月他会找时间到宜蘭来 那我会找三位议员 我们一起跟他对话 就是针对宜蘭县总体发展 对于原住民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在整体的资源上面 应该怎么样来请中央协助 因为过去你们都还透过一层 然后有立委对不对 然后立委又分好几个 那你们像有时候就 这个各谈各的调 有时候就很麻烦 你像现在南澳厢的这个几个建设 大概都处在那个困境 这是第一个要回应你的 那第二个我想我们在组织调整 原来我们希望一次到位 那事实上这个过程 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那议会也有很多不同意见 那我们现阶段就采取两阶段来调整 第一阶段先针对比较 争议比较少的 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次的草案 跟第一次送来的草案内容是不一样 那你说的这个部分 原来我们在这个大刀扩五要重组的时候 也把那个要升为一级单位 也纳入考量了 所以你说的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立委第二阶段 我们会做通盘的检讨 好 谢谢县长 刚才你讲的问题都不能活动中心 其实那个是 那个什么 谁的地 不是国有菜单局 好像是那个 我们要透过立委 要去说的时候 好像先这种事就不了了之 第二个 刚才讲的那个 一级单位 我希望还是请县长三思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好 我刚才那个 阿力议员讲 这个县长的市政总报告里面 我刚才看 其实我看了好几次了 我翻遍了 我看对原住民好像没有特别的特别的那个 是不是大概没有人民所的所长的原因 到现在人民所所长也是代理 一问三不知 本来那一天 昨天民政局我要本来把他问到 看到 看到好像一直叫 你要问什么 拜托 透露答案 好了 我就不想问你了 我刚 看了这个 两张半 不到两张半 好像超上一次的 超上一次 看了一下 超了一下 我这边有就是民政处的问题 第一个 原民所所长 你不但没有变成一级处的处长 而且是所长是代理 而且一问三不知 第二个 部落大学 所谓部落大学 其实真正来讲 它就是要提升原住民的经济文化 除了原住民的人去读以外 其他汉人也可以去学习 但是好像这个部落大学 到现在都成效都还没有定 昨天我也特别咨询 我是要求把这个部落大学的 这个什么 计划 几班 在哪里上课 到现在还没送上来 这个要怎么处置 县长请教一下 好 县 县 县长 昨天议员在民政处咨询 有问到这两个问题 那我有 这边跟大会报告 原民所所长的代理 是因为这个是过渡期 那现在我们已经也在 跟原民会中央 在请教有没有适合人选 那原民会也推荐了一位 那我想我们应该是最近会签 用外补的方式 第二个就是 您刚提到那个部落大学 那您昨天是提到说 在定期会后 把那个今年部落大学开课的课程 报名人数跟上课地点提过来 那因为我们到礼拜一 才刚开完那个课程会 才通过20堂课 那课程会通过之后要公告开始报名 那我想议员的这个资料 确实在今天是提不出来的 那不过如果说要提 我们当时报中央的105的部落大学计划 那个可以 我请同仁可以马上送过来 好 请坐 我希望这个会期以前把它提出 交给我们上位 上位原住民议员好不好 谈到这个问题提不出来 我请那个计划处 要特别注意的研考 我们所提的意见 把它就是把它列入这个记录以后 我们是很客气的 讲说在现场会议咨询前送来 有的真的是在现场的 今天现场会议结束前 其实他咨询的时候已经上三个礼拜了 上三个礼拜到昨天才送来 我本来跟他开玩笑 你是送给议员本席 还是送给这一张桌子 他打电话 不好意思 议员 我把你那个要的资料 我放在你桌子上面 因为你不在 因为我不在 你就丢到桌子上 你交给桌子 不是交给本席 我说这个计划处 哪里去了 你说说看 这个好像很大的瑕疵 主席各位议员 女士先生 跟议员报告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来处理 这个部分 要加强的研考 对 除了研考之外 我们未来送党之后 大会执水已经过了两个礼拜 昨天才送了 其实他这个工作应该可以早就做了 对 我们未来这个部分我们会限期 然后会提前送达到议员 那送达了之后 我们希望说看是电话联络 或是简讯联络 或是LINE联络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让议员知道 我们即时送达到议员这边 好 我再来请教教育处 教育的问题 在偏乡的教育工程里面 我联合报里面提了很多 第一个 偏乡小学的存费 尤其是不到三十个人 这种问题在我们宜蘭县可能慢慢的形成 因为他发展的问题就是 偏乡学生大部分都是 单亲 隔代 教养 经济弱势 还有新著名的家庭 我当然不反对 你是粉铃教学 你是怎么样的教学 我都不反对 能够希望这个小孩子 能够正常的教育 正常的教育 不要说他粉铃教 就好像李茂雯有一个学生 他明年一班 到现在好像不晓得要送到四季本校 还是要在李茂雯学校上课 都搞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粉铃教学 或是实验教学 你一定要把学生教好 那一天我也问处长说 最起码小朋友的读写算 要弄清楚 不要到粉铃教的 都混日子 这样就不好 我认为偏乡教育 应该从师资跟政策着手 第一个 我们也可以请企业的企业家来投注金费 或者是师资的部分 我们可以请 尤其是偏乡 或是对原住民的学校 是不是他们当地自己自行办理教师的征选 录取专长教师的特色 鼓励原住民能够自己在原住民的学校服务 那一天我也讲 校长临选这一次 因为原住民的校长已经不够了 结果现在有的退休了 现在南澳湘有两个学校已经空前要聘 结果很多平地的合格的校长要去征 那一天我跟处长讲过 大家真的头破血流 好像怎么讲 好像一定要把你砍死 砍死以后才有机会进去 我的意思是说 每年征选林选校长 以前我也提过保障原住民校长一个 但是他分数经常没有达到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改过来 他保障一名 不管是一个 三个机口 他的分数跟汉人的分数虽然不一样 还是林选一位 能够让他去林选校长 回来他可以到严民服务 我相信他们这一次 这个两个学校的相机增 坦白来讲 现在大概就是跳板 我看到一篇年后报的文章 在这是南投的 这个校长也是蛮有名的 他会对自己的原乡特别投入 他弄一个阅读的地方 阅读小朋友 因为离乡公所很远 他就在学校成立阅读室 让小朋友去阅读 到那个成绩的时候 他就给他奖状 这样自己的原住民 服务原住民 可能会比较热心一点 我看看现场 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好 现场请耽误 大会主席 谢谢陈议员 对我们原住民 这个教育发展 那尤其是在师资 跟我们自己 在地的这个校长临选 有这个 这个关注 我们应该分成两个部分 现在的育才 也就是说 在原住民级的 这个教育工作同仁 他们要进入 这个储备校长的人选 我想这个机制上 我们应该更加的来培养 如果说现在 从这个前端人才都不够 那你后端 我们再去做 这种比较多的这个机制 恐怕会陷入一个很大的矛盾 因为担任校长跟担任老师 还是不一样的功能 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原住民地区 我们要保障 在原住民这个学校 能够让更多的原住民级 能够来担任校长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 那至于说 怎么样来做相关的这种 这种临选上面 给予优待或者是特别的保障 我想这个 我们在宜兰县临选校长 其实我们是非常严谨的 那现在由副县长 带领的这个临选小组 他们是有一个标准 而且不是以 刚刚如果你讲那个是变成是 在竞争造成 你讲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就不适合当师校长 我的意思是保障 保障 对 我说我知道 我说保障是这样子 就说 如果有原住民级的 储备校长来参加 我们应该 不是看他那几分钟的简报 跟他的那个准备资料 而是他平常在储备的过程 我们认为他适任当校长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现在在临选校长这个机制 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把它改变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部分要回到这个前头 那是不是储备的校长 我讲的是临选 我是考试 去参加考试 就是储备嘛 我讲的这个储备嘛 所以储备的部分 我们应该是要 那个 要开更大的这种 那个量 让 有意 有意自己要提升 有意有这个热情 要服务 那个自己家乡的 要让他进来 因为现在 你也知道 现在的教育 那个学校的形态不太一样 很多学校找不到那个行政职 那要担任这种校长 他一定要从那个行政者历练上来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会请那个教育处 如果现在已经变成是不够了 那表示这个前面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储备啊 储备是没有做准备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 因为我们那个教审会也好 或者是我们原住民族的这种 特定的会议里面 我也希望 我们这里面的几个委员 都还是教育背景出身的 也希望把这个课题 能够来纳入了 应该从储备的人选 就要开始着手了 好 我有一句话就是 会考试的不一定是好校长 当好校长 不会考试的不一定是 不会好校长 要知道这个原则 有的会考试 但是去当校长 不一定会是好校长 好 再也没有几分钟了 因为我们的主席啊 所以输奥证了 我要提一下 刚才这个杨艳提到 这个 这个什么 铁路高价 我看你们的报告 只有到输奥 其实真正的高价 应该南澳要算在里面 虽然它也做立体的道路 吉利争取的 不是南澳的原住民 都是南墙里跟 朝阳里在吉利争取 因为他们会阻碍他们做农产的用品 我相信我们这个副座主席他也知道 第二个南墙的都市计划 跟南澳都市计划到现在都没有把它做成 一直陷建那个土地都没有办法盖房子 虽然是牵涉到那个什么 太阳文化圈 其实已经都已经发成泡营了嘛 可以把它是不是赶快把它这个处理掉 县长 好 杰大夫 谢谢主席 有关于南澳的几个议题 一个是有关于铁路高架的部分 之前议员这边也有咨询 有跟议员报告过 现在主要先针对于 可能造成的交通瓶颈的问题 做一个立体化的部分 这个部分预计在106年5月 就可以来做完工来做启用 第二个部分有关于南澳南墙 都是计划的部分 我的立体不是公路 我是高架铁路 高架铁路 我跟讲立体交叉道路 做成以后还是会塞车 因为它还是会通过那个路 有关于南澳南墙 这个都市计划部分分两个 一个是太阳文化商权的部分 其实主要计划已经通过 后续的部分 因为开发的计划有点停滞 所以这个部分细部计划还没有完成 那有关于那个三通的部分 现在在内政在县度委会已经有讨论过三次 那现在就跟这个请郭拉单位 赶快把讨论完委员的一些意见送上来之后 就可以来继续来续审 以上 能不能劲快一点 这个南墙南澳都市计划好像已经快20年了 都没有在动 一直陷阱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盖房子 跟议员报告应该是没有陷阱 因为这个部分基本上住宅区都是可以开发的 应该是住宅区北方有一些保护区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已经在都委会来做审议 有啊 因为你们在开会都陷阱不能盖房子 那边那个南澳乡的代表一直在提都没有进展 好 我能够尽快的处理了 我再问社会处的 我们一艘处长身兼很多处的处长 禁牢卡 禁牢卡的问题宣传不够 到现在很多原住民都没有申请 到外星是能不能用 请教一下 搭捷运可以用 捷运可以用 捷运可以用 北捷高捷都可以用 到高雄 如果说我们的乡亲到高雄搭高雄捷运 用禁牢卡刷一样费用 高雄捷运会寄到宜兰县县政府这边来支付 然后申请 怎么申请 到现在好像申请几张了 已经几张了 我可能还要马上翻资料 这个禁牢卡其实怎么申请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相片由公所转社会处来核发 对 我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是要这样申请 但是他不知道要到哪里申请 那没关系 我想那个议员我们可以用文康车到那个 到各个到我们大同跟南澳 或者是我们都员很多的地方去做据点服务的时候 我们同时宣传这项业务 那如果当场有长辈愿意让我们带相片回来的话 我想我们马上可以收回那个老账客这边来制作 因为大概申请的不多了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 好 请坐 我再问劳工处 其实很多 刚才我前面讲过 很多这个劳方他们优业感太重 这个劳方 我们原住民去参加他的工作 都不给他投保 像这种你要怎么处理 好 进档 好 感谢各位主席 针对成议员的询问这边做个简单的答复 其实在劳机法的规范里边 如果企业组他的员工五人以下 他是可以不去劳保局那边登记投保 但是他必须要让他的员工能够去参加职业工会 或者是产业工会的保险 最近还是有一个开卡车的 就是往生 结果一查他没有参加 老板没有给他投保 所以什么都没有 像周董要跟谁要 跟县政府要钱吗 是 陈远您提到这个问题 我希望您把名单给我们 因为如果是因为企业组没有帮他投保而发生意外的话 我们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来协助他 好 这个事后我再给你 谢谢 再来一个就是 你一直鼓励要我们参加证照 大概你们的课导也提醒过了 我们有一个长站劳工 他国小没有毕业 他已经参加三次的比试 都没有办法通过 我一直打电话给你们劳工处 说是不是用口试的方式 他就是推说 那个是上级单位的规定就是这样 但是你劳工处都没有办法用变通的方式 让这位残障劳工 他想要拿到那个证照 他国小没有毕业 他已经参加三次了 三次都没有考上 他说一眼怎么办 我一直打电话给劳工处 以前的课长 现在的课长都说 这个老委会 那个叫什么 他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可以用变通的方式 让他能够考上 而且他是残障 你出长 你要怎么来帮这个忙 他鄙视不行 是不是我们用口试的方式 谢谢全英文 对比较 知识比较弱势的团体的发声 其实这个事情 我们跟劳动部这边也一直在反映 不过因为证照的取得 它有相关的学试成绩 跟素科的成绩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在跟劳动部讲说 那是不是可以用 学科成绩的部分 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毕竟有一些人 对于文字上面的认知 各方面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我们会持续 因为劳动部已经办 办理这个延续 他也拿到那个证 就是他学的那个 他就是缺那个比试 比试 那考上了他就是 他可以虽然是残障 我很配合这个残障朋友 他能够为自己来争取一个证照 我们继续跟劳动部这边来 不要是继续啦 继续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这一次来 这一次他又报名 他说报名以后 我再跟议员讲 我说好 我会跟劳工处讲 但是你们就是尽量 继续 那个怎么回答嘛 我应该说好 我用这种方式 我用口试的方式来给他促成 你应该又决定钱 不要说继续再努力 我让处长加油啊 再来一个问题啊 这个可能要请处长协调 前几天有一个劳工朋友 他是香菇劳宝的 这个要请你协调 不是叫你 他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啊 那个香菇劳宝都会送礼金啊 虽然不 礼剑啊 虽然不多 以前都是会亲自送到这个各劳工朋友 因为他们然后很多参加香菇劳宝的嘛 最近都好像都叫他们亲自到 好像在宜兰叫他们去 说为了那个六百块的礼剑跑一趟宜兰 我的车会都差不多了嘛 是不是可以请那个香菇 就是请处长去协调 劳工最重要嘛 你就那个礼剑嘛 不是只有一位嘛 好几十位几百位 所以你就跑一趟这个礼剑六百块 六百块给人家嘛 可以做到吗 可以吼 好 因为这边 我再来问一个卫生局的 那一天没有问到卫生局了 好局长 那个 X光照X光的标准 要怎么标准法 那我们每人的针对盐香呢 因为我们的盐香 整个我们对那种结合病的皇制 我们都有在 一年要造几次 那一年喔 一年的话 我们至少就是希望就是至少要造一次啊 那有问题的话我们还在在原 两次三次四次 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 一个人的影响 影响只要不超过十张 蛤 十张 十张 就是不要超过 胸部X光其实在农能量里面的影响就是不要超过十张 那个造十张 不是里面的细胞都都死光光了 不会啦 不会那是农 农洗量是不要超过十张 因为 请坐 因为我每次 一个活动 觉得你们的细胞很贴心 一人来造我X光 我说 你每次叫我造X光 你没有考虑到 我们到底要造几张啊 我说平常我一年 这个健康检查一次 全身造 又来这边造 有纪念品 我不是纪念品的问题 问题是那个X光 造了好几次 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啊 你说十次嘛 是不是 报告一言 一般正常人的话 有需要才要造X光 那我当然 我知道 我知道陈一言的意思 我知道 他就每次去的时候 照一个X光 我每以后就送医物就好 他听到说有东西 他去造一次 他不想造好几百次都不知道 一年一年造了几百次都不知道 不会啦 不会 不会吗 不会啦 万一出了问题要找局长 没有问题 负责啊 好 再请教你 澳花的重建共撑 亡工了没有 卫生室 谢谢那一言的关心 那澳花的卫生室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还要增加一些水土的一些检验 那这个都已经进行了 那最近也过了 我们也希望说在最快的时间 那把它完成 好 他还有夜间门诊 他现在还有夜间在看澳花的 澳花现在是借那一个 那个 有 就是IDS IDS那边有啊 对这个夜间门诊 我曾经讲过 讲了好几次 请坐 好像夜间门诊 好像流以形式 我看去看病了 眼科业去看 骨科业去看 结果开的药都是一样的 都是开的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请那个 那个是 那个是 圣母医院呢 你还有一分钟 没有关系 我慢慢聊 是不是挺专业的 咱们看那个 这个感冒的 那个 骨科眼睛 那个开药 那个眼睛的不会看的时候 你就赶快到罗东去看 那干脆就不要夜间门诊了嘛 这个我好像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都没有好好做 好 再来 暑假快到了 登革热 跟肠病毒 盐香啊 希望多 多关注一下 特别 因为我并不是说 原相不爱干净了 爱干净了也有了 但是还是要加强宣导 还有消毒 好不好 以上因为主席说还有一分钟 我本来唱所欲言 结果都没有时间了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 好 感谢陈孝仁议员 时间刚刚停下来 我们马仔 刚刚停下来就好了 停下来就好了 感谢陈孝仁议员 以及孙荡议委员 两位 很用心的 而且内容相当的用心 所以圆敏未来我们县长 坚固几处应该会相当的重视 今天的会议到这边结束 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希望陈杰仁 陈杰仁议员高点准许 好 感谢大家 今天会议在这边结束 谢谢 也感谢阿力的那个 那个什么碗粿 阿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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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